好 後來我去問一下 我說這個是誰 他說 你空空 他們在台中七夕有三比土地 三比土地 所以我跟你講說有時候到鄉下去 你不要看到那個老公老婆 那個樣穿得潑潑爛爛 其實我跟你講家裡面至少 至少三台B字頭的車子 好 第三個是什麼 長相外貌一般般 往往事事讓你偷傻眼 我是聽過我們主管講過一個故事 他說他曾經要新進一個員工 要幫人家面試 然後那天就來了一個很胖 也是他說那種 100多公斤的男生 然後大家來面試 不是通常都會起碼 穿個西裝打個領帶 要嘛也要襯衫吧 他就穿一個T恤就來了 然後那個T恤是洗得很舊的那種 然後有點點那個吊色 然後那個領口 都有點捲了這樣子 然後腳上 腳上又穿了一個 腳上又穿了一個假腳拖鞋就來 然後那個主管就以為 他是面試助理 然後還很 一開始很不客氣跟他講說 你以後要面試 起碼就是穿個襯衫正式一點 對 但沒想到他打開他的履歷嚇到 因為他跟老師一樣是台大畢業 然後律師高考前10名 然後同時擁有美國 跟中國大陸的律師執照 然後這履歷非常漂亮這樣 然後後來他真的就進來我們公司工作 可是他工作非常認真 但他就是一個非常不修蝙蝠 因為他之後當律師他還是一樣 就是都常常就穿著騎水就在上班 那就是書讀壞了 對 他完全就是對衣服沒感覺 對 我們真的不能夠 我一個好朋友他是鑽石公司的負責人 其實這幾年群流經濟比較不景氣 鑽石也比較難買 所以他們公司就增加了一些新的通路 包括就是網路下單 或者是去電視購物台去販售高檔的 一個鑽石 我朋友就說 有一天他接到一筆訂單 因為通常透過購物台 或者是網路下單的話 金額都不會太高 可是那天他接到一筆訂單 嚇一大跳 一刻將近快兩百萬的一顆鑽石 是在電視購物台賣出 而且是來自南部的一筆訂單 所以他就想說 這個為了表示重視跟倦重 一定要親自把鑽石送到客戶家裡頭 他就看了一下地址 雖然是南部 但他還是自己開車去 然後帶了助理 結果就是 反正開車開了好久 終於到了南部 然後查一下地址 就發現不是很好查 後來終於找到 就按照地址找到的那一棟 也完全不是大 他就是一棟平房 很正常的一個平房 然後附近四周全部都是田地 他就在想說 他是不是找錯地方 因為看起來很普通的房子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經濟實力 一顆鑽石就買快兩百萬 好 那他就對了一下地址 沒有問題 所以他就上前按門鈴 就沒有人來開門 他想說反正有留手機 就打電話 就打手機 對方也沒人接 可是他想說 他不能白跑一趟 因為真的很遠 所以他就在門口等 他就發現說 前面這個田地裡頭 有一個老阿伯 好像是在插秧 還是在做農 然後他就跑去問那個老阿伯說 請問一下 這個某某某 是不是就是住在這邊 因為他只是想知道 這裡到底有沒有住人 結果那個老阿伯 阿伯就回他一句 他就說 我就沒人 你稍等一下 這是台語 翻成國語的意思就是說 我再忙你等一下 我朋友就等了十幾分鐘 因為等了十五分鐘 他覺得有點 好像有點久 他就不好意思又問阿伯說 阿伯那個某某某是不是 就真的住在這間房子裡頭 結果阿伯就說 我快忙完了 台語就說我快忙完了 你們等多少錢 等多少錢 然後我朋友又等了十幾分鐘 換句話說 他說他總共等了半小時 他有點失去那一些 他後來終於受不了 他就問阿伯說 阿伯 請問一下 這個人是不是住在這個平房裡頭 阿伯就說 終於做完了 就是農事做完了 阿伯說終於做完了 我跟你說 那個人就是我 意思就是 就是我買的鑽石 阿伯我就嚇到 阿伯就是六十幾歲 看起來就是 可能像是一個農夫之類的 後來 反正鑽石也就順利交貨了 那我朋友他去順利 他就去打聽 他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人 就像我們剛剛其他來賓講 他其實就是南部的大地主 對 那他對蒐集鑽石 古董都非常非常有興趣 那我朋友當場 當場也心想說 幸好 就是沒有對你很不禮貌 一直罵你 一直吹你 說到底這個人到底是誰 這樣子 其實我老公周邊一些朋友 你看長相跟背景 你絕對鬥不到一塊 我記得我十年前去他一個朋友家的時候 回來我就跟我老公說 這個朋友 誰介紹給你認識的 就盡量不要交這樣的朋友 因為他朋友看起來就很像是 在黑社會打滾的那一種 兄弟江湖味 有一點江湖味 然後我老公也沒跟我解釋 這個人是做什麼的 然後七年前 我帶我爸爸媽媽小孩去香港玩 然後我老公就跟我說 我們竟然到香港了 我一個朋友住在惠州 他說要招待我們去他那邊玩 往東的惠州 對 然後我也想說OK啊 OK 結果到了我們要退房那一天 就一部車一個司機開了一個休旅車 從惠州開來香港接我們 當下想說 怎麼會這麼那個 然後我們就從香港坐著他的車 坐到他的家裡 然後我真的不騙你 那個家就像小丸子花輪的家 就是你一看到那邊門是這樣打開的 然後家裡兩千多坪 你有看過這種家裡面有動物園嗎 然後我們就整個傻眼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出來招呼我們的 就是十年前 真的是 動物園 真的是 沒有 他這樣 就是動物園 不是 家裡就是大到有動物園 然後後來來招呼我們的 就是十年前我去他家 說他有一點江湖味的那個朋友 然後後來去參 去參觀他工廠才發現 天啊 整個惠州 你知道那個工廠 地有一半都是他們家 所以確定不是去動物園 然後你們住的是那個員工的宿舍 沒有... 是他家 還說野生都很乖 然後去那個 旋會咬人 真的是他家 家裡大到有動物園 你看多誇張 真的 所以這個故事再三的提醒我們 人家說這個 物以二小而為之 物以三小 物以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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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而不為 我有一年 你笑很久 不是 自己乾笑 沒有人要接話 不是 因為我突然覺得很好笑 就是了 我有一年 那個真的是奇遇你知道嗎 我從桃園機場搭飛機要去北京 坐的還是經濟艙 旁邊就有一個人 老實講身材也有點壯 你知道經濟艙如果旁邊那個很壯的時候 其實是滿衰的 因為他 三個多小時都 然後他手一碰就會碰到你 然後甚至你感覺他肉都跟你貼到 貼在一起 餐送來的時候 他只要雙手一張開 你本來要吃東西 砰 就碗筷就掉在地上 對這個人就產生惡感 然後飯吃飽了以後 他就打個盾 老人家在你旁邊打個盾 叩叩叩叩這樣 然後突然一針亂扭以後 他就 哎呀 糟糕了 突然醒過來 然後接著開始摸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他突然大驚失色 他說他沒有帶錢 然後錢放在台灣的旅館 然後就說 你能不能借我一點錢 我心想說 你坐在我旁邊 然後我已經保送你干擾 然後你還要跟我借錢 那一般人一定不會幹的 對 一般人一定說 不行 我又不認識你幹嘛的 但是我轉眼一想 他也是有他的困難 因為他告訴我說他是老闆 我心想說老闆 你到北京沒錢 你不會叫你員工那個 可是我想說 可能人家一下飛機要搭計程車 怎麼為了搭計程車 還要說叫員工送錢來給他 什麼幹嘛 因為他說他的公司在深圳 總之我就口袋摸一摸 因為我換人民幣 就借了他 也是幾百塊而已 然後就留給我一張名片 我還半信半想說 這個一定是詐欺了什麼幹嘛 後來到了北京機場 以後我們就各做各的了 我回來台灣都已經 足足半年以上了 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電話 唉唷 沈兄 嘿嘿 你沒想到我還記得你吧 他也會嘿嘿 嘿 因為他也喜歡看台灣的綜藝節目 他認識你 對 他說 他說你要不要來深圳玩一下 嘿嘿 那我心想說也好 因為我深圳也有一些朋友 去一探究竟 看是不是如他所形容的 真的是大老闆 然後他說那個 那個住的部分他會幫我安排好 叫我放心這樣子 然後就安排了三天 三天的行程